香港民主示威學生領袖黃之鋒 今天早上突然遭到香港警方逮捕 總統蔡英文隔海聲援 痛批港府這種鎮壓方式 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必須跟人民好好對話 而另外一方面 對於選戰議題 韓國瑜形容人才流失是鳳凰都飛走了 近來一大堆積 一番話被說是失言 總統也說不應該歧視外籍移工 香港反送中社運人士黃之鋒 遭到警方無預警逮捕 一直關注香港情勢的蔡總統 在跳出來聲援 這種用逮捕或者是鎮壓的方式 都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真正要做的就是跟人民好好的對話 由交流部長林佳龍所成立的 光和教育基金會 預計9月初邀請黃之鋒訪問台灣 還要拜會民進黨 但黃之鋒遭到逮捕 計畫恐怕要喊咖 香港的政府當局 一定要尊重法制跟人權 我們也合理懷疑認為 這有很有可能是有計畫性的逮捕行動 我們也真的再一次的呼籲北京當局 不要跨越過這樣的紅線 談到反送中事件找到主力點 府跟黨呼籲港府尊重人權 但要尊重的還有外籍移工 韓國瑜大談人才流失竟然脫口說出 鳳凰都飛走了 近來一大堆積被認為是在歧視外籍移工 我想我們全台灣大家都要一起來努力 來破除這種不好的這種歧視的想法 讓這些歧視從台灣的社會來消失 而另外韓國瑜選前喊出要在高雄打造愛情摩天輪 但遲遲沒動工 韓國瑜說是中央在卡他 總統也有回應 他現在講的這個計畫 我們還沒有看到他具體的規劃等等 不要說我啦 我看行政員也都沒有看過 或者沒有機會去了解他的具體的規劃 所以沒有所謂的卡或者不卡的問題 總統說沒看到計畫 中央怎麼支持得下去 提運警可不是隨口說說就能過關 記者綜合報導 押忍